首先教大家穿这个机器的收缩膜 第一步先看一下先把这个膜分开 这边是密封的这边是开口的 开口的方向往左手边 然后把这个膜放到这个膜 放在两个滚动中间画住 然后这个膜的距离 在这个给它留一点缝隙 比较卡式 然后这根桿到这个位置 是10公分到13公分左右 然后接下来穿膜 先把这层膜跟它拿着这一层膜 给它穿到这个两个滚动中间位置把它穿下来 然后把这个盖板打开 然后首先把这个膜拉下来 到这个位置 到这个位置之后就开始打孔 所以就选择打孔器 根据产品不同来调节打孔器 比如说这一种稍微产品比较高又胖的话 这种的话就需要打两台孔 打孔器的话就可以所有移动的 所有移动的 然后把残片放到这个位置 打下来 压下来就死了 然后换成重的小残片的话 就打一排就够了 打一排就够了 不用太多 接下来穿好毛之后 打好孔来之后 第一天这是毛烧滚动 然后从这毛烧滚动跟底下 这就是刚自身杆中间穿过来 然后这里有两根包装滚动 两根塑胶滚动 现在是密封的 现在是密封状态 这个模式穿不进去的 你要首先把这个杆打开 然后就现在这里就 这里就会打分开一种封出来 然后接下来把这个缸 然后就像中间穿进去 然后就中间穿进去 然后拉过来 穿过来之后 现在是开脱的 你要把它打 把它压住 然后就像密封号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要穿的 因为这个三根滚动 所以要穿幽级纸 第一个就是导门滚动 拉下来 到这个去摆住 重磨滚动 拉上去 再从这个滚动 拉下来 然后到这个位置 是分膜杆 首先刚才说的 两层门分开 从中间套进去 然后拉下来 再套过这个导门滚动 到这个位置 然后 这里有个拔手 这里有个拔手 是调这个宽度的厂面 换度 根据这个产品来调别 比如说产品里调到这个位置 然后这里太宽了 把这个松一下 整个鸡脚往这边移过来 到这里 一个位置再固定它 这就动不了了 然后就 然后接下来将你把这个膜穿到这三脚帮这里来 把这个膜拉长一点 一根再两层 拿底下这一脚来这个脚 上面的平用地 然后 然后就穿到这个板跟皮带的中间 这个膜往这里穿过来 然后底下这里有一个三脚板 这里有个三脚板跟上面的架构是一样的 架架是一样的 刚才拿的这个边 磨的这个边 挂到这个脚 勾进去这个三脚板 所以这里有个脚也勾进去 勾到大概这个距离 然后这边换一个手丝 就是 这 这边现在是这样拿的嘛 我们放一个手丝往这下面倒过来 往这个方向拉过来 拉到上下两层对齐 拿住 然后再 刚才说的另外一个上边就是什么 刮上去 刮到这个 跟底下的一样 都是刮到这个上下方上面来 然后那两层膜 顺势往前拉 然后稍微捆住一下 磨整理器 然后再把这个膜 刮到这个蹭膜杆上面来 上面这一层 刮到这个蹭膜杆上面来 整理哈 最后一步 把两层膜拉 整理器 然后上下面下面的膜跟上面的膜对齐之后 把这个倒膜轮里面 然后再顶到这个挖膜抵挡 把这个摩 把它放出几遍 把这个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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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这个摩 跟这个 收被料的摩 对接起来 你这里如果没有预料 这个收被料的摩 就要从这个方向穿下去 然后把这个门打开 穿门方向是这样 一个W型的 就穿过去 然后这样就做完毕